大家好 我是混水 欢迎comment like share 最重要就是按一按订阅的小铃铛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金融的黑幕内幕真相和分析的话 也都欢迎订阅我的patreon 最近我的patreon就教别人如何利用个人理财财机 可以免息分期套大概超过30万左右的数出来 都帮助了很多人在现在一个经济困难的阶段度过难关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我的patreon了解多些 我亦都开通了payme的点场和打赏服务 所以亦都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今天就想讲一下金管局 尤其是他们的副总裁阎国恒 怎样去能化那一帮被call loan追到游戏没订头的地产玩家 话说自从那一帮地产玩家找到经文联的林建峰 去做show去找记者去打卡 然后就给压力金管局 然后叫金管局去叫银行不要call他们loan的这一场闹剧之后 金管局的而且确都有他们的幽默感 就真是尝试用一种很官式的幽默方法去能化这一帮人 到底他做过什么呢 还有到底整件事我们怎样站在阮国恒的那个心路历程去理解呢 就是今次我们的podcast要讲的一个重点 你回忆当初那一帮地产炒家和地产的代表 怎样去玩阮国恒先 首先他们就找了经文联 也就是一个爱国爱港 在香港的政坛都有约干影响力的政团 就找了他们去搞一个记者会 这个记者会里面 就完全是可以说是一个大家 爭着做show的舞台 每一个人都尝试找他们的发言权 每一个人都尝试争取他们的曝光 但是你做生意的你是业界代表 当然你就不够林建峰这些招开政治那么厉害 他就想到就是不如我留一顿眼泪出来 结果那一顿眼泪就成为了新闻报纸几天的头版 因为大家都在讨论他那一顿眼泪 基本上都挺搞笑的 就是最应该要哭的那帮人都没哭 你代表那帮人而已 你走来自己留眼泪 那一帮真正的业界代表 他们都还没留眼泪 所以很搞笑的 就是抢了flow 但是你要站在阮国恒的那个角度去看这一件事 因为他那一天都是被人摆了上台的 经文联搞的那个记者会 除了找了业界代表 找了记者 因为记者一定要存在 如果不是他就没办法去cover这一件事 其实他们都找了阮国恒的 阮国恒就很无奈 你站在他的立场就是 喂 你们现在在做场show 我给面子你我出席啦 跟着之后你又整个show里面的agenda是插和的 你现在说到银行call you loan就是我金管局办事不力的 但你想一下阮国恒的角度就是 我们金管局是控制金融体系的稳定 我们是要尽量将风险去减少的 或者银行体系承担的风险减少 如果银行真的觉得有风险的时候 应该是要call loan的 金管局那个既得利益的立场 不是既得利益的立场 是那个根本立场 其实他是不会排斥银行去call loan 就因为如果银行觉得自己的账簿是有危险的 太多的贷款是outstanding 是借了出去的话 他是会觉得银行是有这个权利去call loan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银行call不call loan 是一个商业决定来的 我金管局我监管机构 我怎样逼银行去call loan还是不call loan 我没办法逼的 那个是一个商业贫围 他觉得有风险他就自己去call loan 那我怎样去按住他的手捉住CEO 迫他不可以去call loan 就是你没得做这一件事 还有现在他call loan的 是call一帮地产炒家 这个是重点来的 那些人就常常把call loan潮放大到 整个香港全部都一起call loan 不是的 有一些人 金管局是勒令不准call loan的 就是如果你是上车客 你是一个真是买层楼回来自住的 家庭单位的 第一个单位的上车的 那这些全部不是为了炒而去买楼的这一帮人 金管局是跟银行讲得明 就是不准call这一帮人 原因就是因为这帮人你真的call loan的话 是几十万人受灾 甚至乎几百万人受灾 真的会有社会的不稳定的状况出来 所以金管局的死命令只有一样 就是这一帮人不准call loan 就算层楼跌到妈妈都不认得 只要他们每个月定期还款 他们是准时还钱 亦都是还足的话 不准call他们 那反过来 在银行的角度就是 这一帮人我又不能call loan 那我当然是找一些可以call loan的人去call loan 那就是call你这帮炒家 那你这帮炒家其实你们又和民生没什么关系 还有你站在一个大的system的角度去看就是 到底我死你这帮炒家好 还是我死过一帮上车盘的客人好 那当然是死你这帮炒家好 所以银行就是 首先他被人封印了 有一部分人的call loan是不能call的 那银行还有一些call loan 其实是慢慢会变成坏账的 譬如那些中小企 基本上你都预了当他一执车盘的话 借回来的那些钱都是坏不了的 第二就是那些消费者贷款 那他们都是收责那些消费者贷款的 所以大陆人为何在香港越来越难 申请信用卡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都收紧 所以既然就是上车盘不能call loan 那我就call你这帮炒家 反正你这帮炒家你是为了投机赢钱 你对于整个经济的那个民生的影响 不是那么大的 所以要动就当然是动你这帮人 但是你站在那帮人的角度去看 就是那帮炒家 他们其实都知道自己对于那个经济产值 又或者是很容易被人割韭菜的那个特性 所以他们就经常会将其他的帮子 就往自己面上去戴 譬如他就说 我现在call loan 逼死我们 是会整理整个经济 你是会令到那些中小企爆破 这一样东西就是我最看不过眼的地方了 中小企还中小企 炒家还炒家 是两个群体来的 不同界别的东西 是不可以混为一谈的 但是炒家为了 justify自己被call loan 很惨的这一件事 他们就会说 你们call我们这一帮炒家的话 或者call我们这一帮地主 物业玩家的话 你会连累中小企 完全是本末倒置 我这里就把原因很简单说给大家听 一听你就明白了 就是因为 为什么现在中小企 可能你会见到到处都是急铺 又或者租金那么难去租的原因 就是因为那些炒家 硬硬不肯减租 原因就是在于 一减租 第二天你很大机会 整个物业被人重股 接着一个礼拜内 你就会收到银行的封信 就要你提供更加多资料 如果你提供不到的话 一个月内你马上被call loan 银行看一个物业的估值 其中一个计算方法 就是看你的物业本身是租多少钱 所以 反过来看 就是为什么那些炒家 死硬都不敢去减租 譬如像波叔那样 他都已经穷途没路 但是 这个官堂洪茶问他减租的时候 他第一个反应是死硬不减 原因就是因为他知道他一减租的话 他就立即会面对更加大的财务压力 但是当然另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其实就算他减也好 加也好 那些钱都运到他自己的袋 他本身都整街债主 那债主摘本了那东西就直接到他袋 所以他才可以发窮恶 但是每一个炒家的mindset都是一样的 就是他们不想减租 就是一减租不代表只是意味着他们收到的租金小了 是意味着整个物业是要重股 重股当然不是股上 一定是股下的 你减了租你的物业重股当然是股下 你一股下了 你就会触到银行那个LTV的ratio 然后就会有后续那些就是 我温馨提醒一下你不如你交一下文件 或者你陈述一下你们现在的资金压力到底是怎样 接着我们再做一辆新的KYC 接着KYC做完之后 其实那些都是程序而已 到最后都是要过来洞的 你最后都是要走上那个绝路 所以为什么租金硬不减 原因就是这样 但是你站在那些真正中小企的立场 就是因为你要顶住你在银行的贷款 结果我无端端就要承担一个更贵的租金 所以当那些炒家经常说自己是为了中小企着想 或者伤害了我们 就等于伤害中小企 这个是偽命题来的 反过来炒家玩完了 你中小企才有一个减租的空间 原因就是在于现在的炒家 是用时间满空间的 它就是在博美国会减息 美国会减息整个铺市、楼市、物业市场就会反弹 他们是在买时间 所以为什么他们死硬都不减租 就是这样 但是 现在你做一门生意 租金也是你佔了几重的一个部分 至少都两三成以上 看看你做哪一份 如果你的成本结构有两三成的空间 如果你的成本是减不了的话 中小企反而是没办法发展下去的 反过来就是炒家死 你中小企才有得发展 就是因为他们落着租金 一直不肯减 情愿急租都不肯减 所以其实有一些人 是真的愿意去搏一局去做生意的 因为正如经济 永远都是有人持观归故你 有人有话讲科长的 总有一些人都会觉得 我其实有一个饮食梦的 有一个零售梦的 我希望成为下一间大的饮食财团 可能好像黄杰弄那么厉害的 又或者可能我都希望成为下一个日本食的 有些人是会发这些的梦 但是为什么他们的梦 没办法去实践呢 就是因为租金太贵 为什么租金那么贵 就是因为那帮物业的炒家 不想被银行再再参加他们 不想那个物业的租值下降 所以他们才浪到那么贵 这个是偽命题来的 所以反过来 千万不要再相信 什么call loan call那些炒家 会伤害中小的经济 是反过来 就是如果你不拆长松绑 你不去call他们loom 令到他们继续相信可以浪高租金 可以维持着整个物业的租值的话 他们去到最后受苦的 就是真的有一帮想做实业的 真正的实业营运家 这个才是整个经济脈絡 最重点的地方 就是炒家不灭 中小企难以重生 首先希望大家可以多些CRS 留言和留言和分享 和按一按订阅的钟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一个YouTube 80元的会员计划 这个80元的会员计划 是会解答大家所有的问题 所以订阅去问 我们每一个星期都会解答 你问我们多少条问题 留多少次言 我们都会解答你的 那是非常划算的 你问我们100条问题 我们都会解答你100条问题 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一个paymecode 放在影片的左上角 同一时间也放在comment和caption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影片做得好的话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去打赏我们 以及多谢一下打赏了我们的朋友 我们也有一个点唱的环节 就是你只要在payme那里 输入一些你想我们说出去的message 那我们就会透过我们这个平台 就去说出去 那所以希望大家都善用这个点唱环节的服务 那也都除此之外 我是有一个patreon的订阅产品 那里面是会爆很多黑幕内幕 和一些独特的独家分析 那甚至乎我现在正在做的奇人谈 是会找不同的嘉宾做访问 那里面也会再有一些公开不方便去说的 一些黑幕资讯都会在patreon那里爆出来 也都有很多的电子书 电子杂志 还有很多的精彩内容 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个绝密的爆是非的youtube 那希望大家可以订阅一下我的patreon 那最近呢 我就最受欢迎的内容是说一下 怎样可以帮现在香港人呢 是可以透过信用卡财技 可以套到30万出来 那这一招的财技呢 套到30万之余呢 亦都是可以分期付款 其实是超过30万的 只要你懂得玩的话 那所以也都帮很多现在有现金周转困难的香港人呢 就解决了他们一些的严微资金啦 那甚至乎有一些的税汉的财技呢 是可以一月的税移到去五月才交的 那也都有这些的巧妙东西啦 那所以大家都可以去订阅一下 那我自己也都有一个fortune inside的订阅产品 里面就会多些上市公司股票内幕的分析的 那至于90后投资经理阿妍呢 我的节目拍档呢 他的投资回报也是非常之厉害啦 近年呢都很轻易呢 会找到一些两三日前买 之后就会爆炸性回报 几十个percent至一倍的股份的 那大家如果对于投资 港股或者美股策略上面呢 是有疑问有兴趣的话呢 也都可以找一找他呢 就把握现在这个机会的窗口 那至于联络他的方法呢 下面就有一张google form 也都有一条google link 在caption和留言那里 都会留下这个google form 那大家可以去找一找他 了解一下他的那道策略 那这个就你们自己私底下联络 那就无需要去经过我的 那我也都相信 今年呢是一个最重要的机会窗口 那大家一定要把握 这一年的机会窗口 要多些钱去做好 整个人生的资产投资的财务部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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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